包好爽的 包嬰兒 好亂踢喔 你看我抓到腳就要顧接了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8點5分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落地窗 室內室外的溫差非常大 今天外面很冷 所以 這邊落地窗只有一層起霧 然後有點像滴水的感覺 很明顯 透過這個窗戶就有感受到 然後 我們剛剛開冷氣才剛關掉 所以室內溫度還顯示26度 大家可以聽到 我們剛剛吃飽飯的關係 所以我老婆才剛收好餐桌 所以大家可以聽到這邊有一個嗚嗚的聲音 就是洗碗機現在在運轉 我記得之前有一些朋友 有些粉絲朋友在我們的影片下面有留言 有問過說 他對我們家用的洗碗機是有興趣 想說就跟 今天利用這個時間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吃的東西很簡單 所以我就沒有記錄 我們今天吃 我老婆在家簡單弄 然後我們今天一整天都沒有出門 這邊講話不知道大家聽不聽有清楚 有那個嗚嗚的聲音 這就是洗碗機運轉的聲音 反正重點就是我們今天一整天都沒有出門 今天沒有拍什麼影片 那想做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洗碗機 大家可以看一下 洗碗機現在在運轉 然後這邊有寫 它還要一小時又二十一分鐘才會洗好 然後旁邊這個好像是 這有三個icon是幹嘛的 這要問我老婆比較清楚 老婆 老婆 那三個符號是什麼 你要看一下 有三個符號 同學你要看嗎 我老婆比較清楚 洗碗機有三個符號 現在安靜多了 因為我今天沒有拍什麼影片 我想說因為我們都在家 那就跟大家聊一聊洗碗機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知道這個是還有多少時間會洗好嗎 對不對 那這個是什麼 這兩個 不曉得 因為我這次沒有加洗碗粉 所以這兩個是要補充洗碗粉的意思對不對 我也不曉得 那這個盤子是幹嘛的 它這邊啊 它有什麼功能 那個新生選擇 新生選擇 就是什麼標準啊 然後杯盤清洗啊 然後什麼鍋碗 鍋子的那種啊 然後洗菜的 反正重點是 這個應該是要補充什麼東西啊 我記得對不對 西碗粉我沒有啦 還有那個 家裡還有嗎 有啊還有西碗粉 然後還有那個鹽 只是沒有補充什麼 什麼亮碟的什麼對不對 亮碟的 對啊 我開始洗了 這邊就會很大聲 然後那個啊 裡面不是有一個桶子 是補什麼鹽 可以讓水質軟化 好啦 那這樣子 我跟大家看 我去拿一下說明書好了 我記得我說明書有留著 我直接跟大家分享 看著說明書跟她分享一下 我順便回想一下 那個按鈕是幹嘛的 自己也不太清楚 我老婆就繼續去對付小孩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的說明書好了 我的說明書 都有留著啊 我們買電器用品說明書 都放在這個床底下 唉 跟她分享一下 唉 跟她分享一下好了 這一本全部都是說明書 這一本全部都是說明書 這一本全部都是 所有的說明書啊 保證書啊 我們都有留著 電器用品的 或者是 那個 不只電器用品啊 3C啊 然後像是那個什麼 電視啊 然後 連沙發的說明書 我們都有留著 有啦 在這邊 我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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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雙人桌 我順便來研究一下 我也 我也 不是很了解 啊 爸爸 爸爸 教你 教我 我要看 我在研究說明書 我們買的是 美寧的洗碗機 美寧的 他 我們當初找了很久 這個洗碗機 應該是 所有的洗碗機裡面 痾 最 算是 價格最便宜的啦 CP值 最高 價格最低 因為我們預算有限 然後他是 這樣他是國產的 對 用嘴巴講講 你才用嘴巴講講 老老太 你看 他要用洗碗粉跟亮碟劑 他這邊有寫 有沒有寫那個燈號是幹嘛的 反正我們不明就裡的也就用 因為其實他不用加裝任何的 不用添那個 不用加洗碗粉什麼 那個亮碟劑也是可以洗啊 對不對 這邊有啦 這邊有燈號 順便了解一下 好了 9號 9號是什麼 9號10號 這個S是9號 是不是10號 哪裡有寫9號10號 9號 缺鹽 啊 這是那個什麼 軟水鹽 什麼 軟化鹽對不對 媽媽 你也沒有加對不對 9號 這個 有一個S的符號 有一個涼杯道 S是軟化鹽 10號有一個 這個很像太陽的符號 是什麼 10號 10號是缺亮碟劑啦 這兩個我們都沒加 我們有買 還有對不對 媽媽 軟化鹽跟亮碟劑 都還有嗎 都還有 然後這個盤子是什麼 我看一下 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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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號就是 標準洗行程 標準洗 這個盤子的符號 標準洗是什麼意思 用於有一般 污漬的 糊 碟子 玻璃杯 和輕度污染的平底鍋 就日常洗滴 它這邊有寫 日常性的洗滴 就叫標準洗 然後 它會用熱水 50度C 是煮洗 飄洗 飄洗什麼意思 不知道 72度C 所以它是用熱水洗 看一下 然後呢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洗碟劑的行路 洗碗粉一包190元 亮碟劑一瓶250元 軟化鹽 軟化鹽一包100元 這是它所有的耗材 它耗材有三種 給大家看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到嗎 第一個這個是 就是 洗碗粉 190元 然後 亮碟劑 250元 然後 軟化鹽 軟化鹽就是如果你加的水質 是比較 需要軟化的話 應該要這樣做 比較硬嗎 不是有分什麼 硬水 軟水什麼的嗎 那 就可以用 這樣子聽說是那個水管 它裡面的管路 可以 就是 比較延長它的壽命 使用壽命 因為管路 那個水久了之後 會有水垢 水垢久了可能會 讓管線容易堵塞 它用軟化鹽的話 會比較不容易 可以延長它的壽命 比較不容易故障 還有電子設備的問題 對啦 我想到 那時候有 我買的時候有做功課 就講說 像水質如果 沒有軟化的話 好像 因為那個 從天泡的小孩來 就是那個電子設備 洗碗機就是電子設備 它 常常接觸到水 它雖然有防水 它雖然有防水 可是它常常接觸到水的話 那 久了之後那些水垢 有可能造成那個電子設備的故障 那如果妳 想要延長它的使用壽命的話 就可以加這個軟化鹽 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 不擔心 你覺得你家附近的水質 是OK的 不加其實也沒關係 這也不是必要的 但是我們有買 我們 有時候會加 有時候會加 然後像這個什麼洗碗粉 跟量結劑 我們也是 偶爾加 對不對 對不對 偶爾加而已 不是每次都加 想到心情好 就加一下 量結劑是轉進去 它自己再會儲存 它自己會儲存 對啊 就是反正你就是把它通通 補充在裡面 然後要用 你洗完之後 它就自己根據 那一次的洗 洗的行程 然後去釋放出來 對不對 洗完粉自己加 洗完粉自己加 量結劑是根據行程自動釋放 應該是 反正我們就是看心情加 為什麼呢 因為洗碗機 剛剛有看到 水溫是50度到75度 那本來就是熱水了 其實 熱水去洗 就沖得很乾淨 啊 啊 啊 哈哈 然後它有保證書 我忘記我們這次保證書 然後它的工廠很巧 我們住桃園 它的工廠 公司也在桃園 不過對這個 不過我們是選 我們也是選那個師傅 到家裡來安裝 所以 它有沒有在桃園 對我們來說也沒有影響 我們也不會去它的公司買 好啦 那重點就是啊 大家比較關心的可能就是價格嘛 我記得我們當初是在 我們當初是在哪裡買 好像是PC Home買的 是PC Home還是Momo 然後 價格應該是在 一萬五千塊以內 那 算是蠻便宜的 我換個位子講好了 要不然他們這樣子 我怕大家聽不清楚 我換個位子講 我換個位子講 他們玩得很開心 我把它放回我的這個 說明書的專用資料夾 我換個位子講 這個位子應該比較OK 反正大家關心的就是價格嘛 我記得我那時候買好像是 一萬五千有找 一萬三千五還是一萬兩千五 那時候買 因為我們買之後做功課 發現大部分洗碗機 都蠻貴的 尤其是國外進口 這個比較高級的牌子 有做功課的人就知道 什麼B開頭的 那個都要三四萬塊以上 那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家 剛裝修完嘛 所有的東西就是 能省就省 那又很想要裝洗碗機 我們就做了很多功課比較 發現這個美尼的洗碗機 其實網路上蠻多人寫 部落格的文章去推薦了 好像還不錯 我們就試試看 那用到現在的確 也沒有出現什麼大問題啦 那也還算蠻滿意的 有節省了一些洗碗的時間 好 那大概就這樣 今天就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下次 因為我們的碗已經放進去洗了 下一次啊 等要擺進去洗的時候 在擺之前 我就開始 我就記錄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怎麼樣 把碗 放進去洗碗機的過程 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大家比較感興趣的應該就是這些吧 價錢嘛 跟使用的過程 然後心得 心得就是我 我跟我老婆都覺得其實 還蠻不錯用的 好啦 就這樣 我把這個搜明書的資料夾放回去 我準備一本這個資料夾 全部都是用來放搜明書的 我用來給大家看 都有留著啦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浴室的暖風機 的搜明書 然後這個是 冷氣的搜明書 這也是暖風機的嘛 這也是暖風機的 這兩個都是暖風機的 一個客位一個主位吧 然後這 對 櫃早土地墊的說明書 我也有留著 然後 洗衣機的說明書 好啦 就這樣 我就先記錄到這邊 好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 八點多了 我們要準備打掃了 我今天就先跟大家記錄 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 祝大家 有個美好的一天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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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錄完了 拜拜 要準備打掃了 拜拜 拜拜 看一下 拜拜 拜拜